啥小人多可能要打很久欸 因為我這個狀況可能整間廟要包起來 可能我自己給人家的感覺 別人就會覺得說 你不覺得是事情會來找你 一開始其實也會覺得說 欸怎麼有種人在家中做事情從天上來 那種欸怎麼又砸到我的感覺 但是後來也是有幾個前輩也有跟我講說 找人多就是貴人多的意思 我想說嗯好像也蠻合理 如果你不好誰要找你 有些人碎到連鬼都不抓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啦其實也是一種鳳梨 我的粉絲都比我還擔心 然後他們那時候還有人說 欸你要不要怎麼打小人的法寶 然後我們可以寄給你 然後還真的有人寄給我 打小人那個有使用嗎 我覺得我可能要打很久欸 因為我這個狀況可能連整間廟要包起來 說欸不然是後面那個預約的 你們都先不要進來 我這邊有一個重症的 還是那個棍子可能要大一點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抓到那些恐怖的訓示 就是人身攻擊的 我超多欸 你知道我那時候打開的時候 我這種嚇歪欸 什麼怎麼不去死一死 怎麼還會離譜 我當下你會想說 欸 我是對你做了什麼事情 內心會有那個震驚 我想說欸我是殺人放火 我還是踩著他祖墳 但我就覺得他一定不是 只對我一個人這樣 只是那個當下 他覺得那是一個出口 所以我當下看完 其實我覺得全部這些人 我都拉黑 因為我覺得 這種人最大的懲罰 就是他找不到你 他就會覺得欸 我怎麼連想罵他 都找不到他 就是他 ißt壞